提起杨阳跟迪丽热巴 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 毕竟这两位在娱乐圈中 不管是颜值还是演技 都是十分过关的演员 而他们一起合作 更是成为了全网的小伙伴 关注跟期待的焦点 在早前两人一起合作 主演了一部热播剧 你是我的荣耀 相信许多网友都已经看过了 杨阳在剧中饰演的男主 于途在高中时期 是男神一样的存在 而迪丽热巴饰演的女主 乔晶晶 则是名声大噪的女明星了 该剧主要讲述了两人 在高中毕业多年后再次相见 并成为恋人携手相伴余生的故事 剧中这两人之间的感情太过甜蜜 吸引了不少粉丝的关注和喜爱 杨阳和迪丽热巴 也成为了大众们心中的 现代剧《颜值天花板》 杨阳是因饰演新版李绍红的 《红楼梦》这部剧踏入了娱乐圈 随后她拍摄的 《微微一笑很倾城》 也是获得了第二届 中国电视品质盛典年度 《人气巨星》 从此在娱乐 也是开始被网友们备受关注的对象 杨阳自出道以来 就受到了很多的关注 她毕业于军艺 且有过入伍经历的杨阳 有一副端正的好身板 加上其颜值 是一个五官立体 美眼精致的大男孩 对各种类型的服装都驾驭自如 人气一直是高居不下 不仅人长得好看 跳舞还特别厉害 可以说杨阳在前两年 是娱乐圈发展最有潜力的一位演员 而迪丽热巴从出道开始 就深受大家的关注 是杨幂旗下的艺人 因为超高的颜值 也让迪丽热巴在娱乐圈站住了脚跟 迪丽热巴的颜值很独特 是一张新疆美女的长相 五官立体 让她在这个美女如云的圈子 顺利脱颖而出 自从走红之后 迪丽热巴还先后参加了 许多综艺节目录制 比如说《极限挑战》 看过这档节目的小伙伴都知道 热巴在节目里非常放得开 一点女明星的偶像包袱都没有 她也因此圈了很多粉丝 还有她的演技水平非常高 近年来主演了不少经典的影视作品 如《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 《克拉恋人》 《你是我的荣耀》 等等都深受大众的喜欢 如今也已经成为了娱乐圈 炙手可热的女演员 而杨阳与迪丽热巴 两人在合作这部 《你是我的荣耀》 后也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当然他们两人也没让网友们失望 二人不仅在剧中甜蜜 在剧外两人也没闲着 频频同步参加节目互动 在早前电视剧杀青之后 杨阳突然抓住迪丽热巴的手 告诉迪丽热巴杀青快乐 而这时有谁注意到热巴的下意识反应 网友纷纷直呼 真的是女孩的心动 当杨阳抓住自己的手时 迪丽热巴并没有任何的嫌弃和抗拒 场面非常甜 看到这一幕 网友们也是非常希望二人能够在一起 简直太般配了 这部剧在没有播出之前 二人就频频互动宣传此剧 看到迪丽热巴和杨阳这么甜蜜 当时就有不少网友下定决心要追剧了 而当播出之后 果然没让大家失望 的确是很甜啊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